第十六课 生活可以更美好 课文一 小夏出国留学遇到了问题 你马上就要说是毕业了吧 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出国读博士 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 现在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 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 填写了报名表格 还应该有国外大学给你的邀请信吧 他们把邀请信传真给你了吗 没有啊 下个星期我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 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个大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我帮你查一下学校的电话号码 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声词 我感觉中我很激动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好啊 小伙子 咱们一边吃西瓜 一边聊 您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到现在才十年时间 怎么给公司赚了这么多钱 这让我非常吃惊 我想向您学习一下成功的经验 这个问题 以前一个记者也问过我 做生意时 虽然会遇到各种压力和困难 但是大家的机会都是相同的 你看 这里有三块大小不同的西瓜 我们用西瓜的大小代表钱的多少 要是我们一起开始吃 你会先选哪块 我肯定先吃最大的一块了 难道您会先吃小的 放弃吃大块的机会吗 我会先吃最小的一块 因为在你没吃完最大的那块时 我还有时间再多吃一块 最后一定比你吃的西瓜多 听完我的回答 恐怕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吧 声词 参观 激动 小伙子 记者 代表 恐怕 课文三 小林不好意思拒绝朋友 今年放假 我又回不了家了 这次我父母又要失望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计划去郊区住一个月 你不是已经买好火车票了吗 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 昨天一个外地的好朋友打电话说 要来旅游 让我当导游 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其实拒绝并不表示不愿意帮忙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无法完成的任务时 拒绝正好说明你对朋友负责 这也是对你父母负责的态度 既然别人找我帮忙 说明他真的很需要我的帮助 我担心 要是说不的话 会让他误会和伤心 别担心 如果你用一个既合适又礼貌的方法告诉朋友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有些同学经常把明天和将来挂在嘴边 常说作业明天再完成 下次考试一定好好复习等等 这种态度会浪费时间 不但会让你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而且还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所以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明天 一切从现在做起 就拿学汉语来说吧 首先要注意课前预习 找出第二天要学习的重点 其次上课时要认真听 不能马虎 最后课后要记得复习 只要这样 汉语就能越学越好 越说越自信 声课文5 当你认为自己在哪方面很优秀时 千万要冷静 不要骄傲 因为这个世界很大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很可能有人在这方面比你更厉害 你现在是第一 并不表示你永远都是第一 就像比赛一样 没有人会永远输 也没有人会一直赢 我们知道的越多 就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也越多 我们应该重视平时的积累 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如果你敢诚实地说出自己 对哪方面不了解 并不说明自己比别人差 相反 这样做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相词 朗静 书 重视 感 尊重